最後是預防跌倒的練習 把腳放在地面上 用腳跟做軸心 然後提起腳尖 放回去 提起之後保持住 給壓力小腿的肌肉 效果會更加好 這套動作做五至十次 一天做兩至三組就可以了 這套動作在哪裏做都可以 對,在坐車的時候也可以做 預防跌倒的練習還有另一種 首先捉住椅子的椅背 然後提起腳跟住 然後放回去 這套動作做五至十次 目標是一天做兩至三組 我想問這些練習 會不會說在哪些時間做會好些 沒有說哪個時間做會好些 我反而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堅持做下去 自己一有時間就做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有了 はい 那天下